而台灣民進基金會也有這麼一份民調 就是呢 好 現在國人認為民進黨對於死刑的態度是如何 因為呢 上次大法官釋憲之後 大家覺得是不是一個實質的費死呢 那其實國人呢 對於民進黨 覺得他們就是贊成費死的 40.8% 那覺得他們是反對費死呢 只有28.9% 好 那你接不接受 死刑不違憲 但是必須要採取更嚴格的標準呢 好 有47.3%的人接受 那41.4%的人不接受 好 大法官呢 這個不是已經有召開憲法法庭 宣布說 死刑是有部分核縣的 但是還是有一些要來進行調整 那引發了這次在實質費死 有立委質疑說 這37位已經被判死刑定驗的死刑犯 這些死囚可能因此會被放回社會嘛 大家蠻擔心的 好 那這個立委 吳宗憲講說 其實法務部長鄭明謙呢 他是回避回答這個關鍵的問題 因為這些人如果回到了 無罪推定的程序 那是不是就要放人 而且呢 積壓最多也就是15個月 其實連司法院的幕僚都私下呢 跟他坦承這些問題根本無界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那前一陣子呢 我們不是在談那個死刑 死刑犯出來 我有一個跟就是在國會質詢的時候 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我就直接告訴法務部長 司法院秘書長還有吳思瑤 我說吳思瑤是個亂帶風向的可惡政客 因為他很糟糕的是他為了要騙人民說 這三十七個死刑犯 今天大法官實質廢死了 但這三十七個也不會出來 他為了騙人民這樣子 他竟然可以跟法務部長鄭明謙一搭一唱 結果吳思瑤問的問題 跟鄭明謙回答的東西完全不一樣 吳思瑤問說這三十死刑犯 現在會不會放出來 然後鄭明謙說他現在收容鐘什麼 然後就跟你扯一大堆 然後這個收容不會紀錄刑期 現在所以不會出來 但是今天我那時候 剛好是會議的主席 所以我很生氣我就 但是我也不直接罵鄭明謙 我是跟鄭明謙說 你為什麼沒有回答吳思瑤的問題 因為吳思瑤的問題是要問你 這些人會不會出來 他是要問給人民聽 但你們就套好在那邊騙人民說 不會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跟鄭明謙說是說 你沒有回答吳思瑤的問題 但是你回答他 他要的答案而已 那之後我在問鄭明謙的時候 就問到他完全答不出來 因為這些死刑犯 三十七個死刑犯 他在檢查總長非常上訴完畢之後 回歸到普通法院審理 這些人就會走回無罪推定的程序 那無罪推定中的話 這些人法院不讓他回去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把他羈押 但是我國的羈押 情勢通法101跟101之一 他就只有那幾個條件能夠羈押 不符合這幾個條件的話 是不能羈押 那我今天看這三十七個死刑犯 幾乎都不符合這些條件 那不就是回到最高法院 回到普通法院審理之後 你人就押不了 就算你的法官願意裁定羈押好了 那裁定羈押最長也只能押十五個月 羈押三個月 延押十二個月 那這十二個月延押走完之後 你人還是得放 結果這個大法官又要求要精神鑑定 要什麼鑑定 這十五個月根本走不完 所以在判無基督刑的時候 人就放掉 還沒判就放了 那判了以後 他們馬上又可以申請假釋 又可以回歸到社會 所以這些東西就是 大法官也都沒想到這個問題 大法官只是在他的現判制裡面說 大家要注意羈押的問題 但是他根本搞不清楚 這些根本不能押 然後鄭明謙不會不懂 司法院秘書長是法官也不會不懂 他們帶來的幕僚十幾個都是法官檢察官 我幾乎都認識 還包括我當檢察官的 我檢察官實習時候的指導老師 我就說我講的任何東西 如果是騙了或說錯了 你們當場反駁我都可以 但是大家都講不出話來 甚至有幾個回家之後 晚上打電話給我說 我講的是幾個問題 真的是無解 好無解沒關係 這個是大法官捅出來的樓子 但是你政客怎麼可以找著這些官員們 一起來騙人民 這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一路以來我看到的 民進黨的這些官員跟政治人物 你們就是合起來在騙人民嗎 那如果小事騙一騙 或者是說你善意的謊言騙一騙就算了 但你今天不是 你是把跟我們生活有關的事情 司機犯會不會回過來 住在我家社區跟我搭同一部電梯 這些這麼重大的事情 你在那邊裝傻 在那邊好像沒這回事 這就可惡了 所以我一直到今天 我從這個會期開始 一直在質詢這件事情 但是不管卓榮泰或鄭明謙或司法院 都沒有任何一個人給我一個答案 這件事該怎麼辦 所以我現在感覺就是一個用謊言 在支持他的執政的一個政黨 我以前不敢講這句話 我從來沒有講過這句話 即便我對民進黨很多問號了 我也不敢講 是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講 但是我到立法院之後 我真的是看透看片了這些事情 好 卓葵現在說 對於新核能技術的態度是採開放的 那有人就懷疑說 所以是不是反核的立場轉彎呢 發言人李慧之就出面解釋說 卓葵的說法並沒有所謂的立場轉變 而是在核安核廢料處理社會共識三項前提都解決之下 政府才會對新核能的技術採取開放的態度 對此國民黨立委賴石寶他說 卓葵這是要講給美國人聽的 表示說台灣對於新技術的開放態度 但是不忘再三對國人表達三項的前提 根本是一種模糊的騙術來左右閃躲跟混淆視聽 想要讓支持核能的民眾產生盼望 針對核電的議題 立委吳宗憲他就說 從自己進到立法院到現在 算是也看清民進黨了 從四大公投開始就是一路的騙騙騙 他就批評 執政黨說綠電不會造成缺電跳票 那說不會漲電費也跳票了 我在這邊半年多 在立法院半年多 我才算是認清了這個政黨的水準有多低 那我再回過頭來告訴大家 我支持民進黨支持二十幾年 為什麼在這幾年會產生這麼大變化 因為這個民進黨自己要檢討 這些年這十年你是怎麼樣 讓自己劣化成今天這個程度 從一個這麼多人支持你 像蔡英文第二那個選舉的時候 他這麼高的支持度 因為反送這麼高的支持度 到今天大家對你那麼多的質疑 就是因為你在施政上面充滿了謊言 譬如說四大公投 當年你在講核能的時候 你是怎麼騙人民的 那最近我跟卓榮太 我在質詢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我沒有辦法再相信你們任何能源政策 因為當你在野的時候 你告訴我臺電藏電 因為臺電藏電是為了能夠讓核能繼續運作 所以臺電藏電 你執政以後你有沒有告訴我 他藏在哪裡 好 那你之前推綠電的時候 你跟我們說不會缺電 保證接下來十年不大規模的漲電價 但是現在全部都跳票 好 那你跟我說 綠能可以在哪一年的時候 到達百分之多少也都跳票 那請問一下我得到的是什麼 然後你現在再告訴我說 你們都不會漲電價 就你把電價漲去哪裡 漲去企業 然後造成企業經營的困難 企業經營困難之後 一樣會影響到我們國內的經濟 影響到大家的那個失業率 好 然後再來 所有的東西變貴了 造成通膨之後 好像沒你的事情 你就一句話 你們的電價沒漲 好 那為什麼企業也只漲這樣 因為你拿大量的人民稅金 去撥補給臺電 那不是一樣 還是從我口袋拿錢嗎 所以一路以來 他就是不停地騙 他從四大公投的時候 每一個都騙你 然後到現在 能源車車他也在騙 幾乎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你 我特別喜歡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曠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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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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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我呢